嗨大家好 2023年跑鞋大总结终于来了 你们看到这期的应该是会在春节期间 所以先祝大家春节快乐 今年大总结我汇集了18个品牌 应该会有50双上下的top级别的跑鞋出镜 有接近30双都是各个品牌科技含量最高的那双 还有小部分是这些品牌的精髓产品 它们可能不是最贵的不是最耀眼的 但它们一定是你关注这个品牌不能错过的产品 这次除了带大家了解这一整年推出的优质鞋款 我还会教大家如何通过鞋款来看穿这个品牌 因为鞋就像品牌的精神面貌 它背后可以反映出来可能是一家上千人的这种运动公司 每一个人对于跑步运动对跑鞋的理解 最终汇集成一个焦点就是跑鞋 那从这种鞋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包括品牌发展是否健康 体内有没有一些病造 未来的发展趋势动态投入力量等等 那这次总结的内容更多的是跑鞋文化和品牌趋势 鞋子细节性能会带到但不是主题 好我们开始今年的大总结的内容 开篇咱就先来个重头戏 行业老大之争 埃达斯大战 Nike 那远古的咱们都不聊了 咱们从2010年开始聊 那17年绝对是那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2017年之前 埃达斯的Adios一度统治了马拉松的赛场 连破纪录 把人类也带到了202时代 现在马拉松的0202分的成绩早已做古 但那是令人尊敬的保护时代 我们还是需要去铭记的 2017年Nike做了一件事 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跑鞋品类 就是后底探板竞速跑鞋 也开启了现在这个全新的后底时代 那Nike用这件事和这双鞋 可以说是逆风翻盘 2018年后才开始慢慢的接管比赛 在后底探板时代呢 埃达斯明显的滞后 回应可以说是非常的慢 在2020年10月才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双 真正意义上的后底探板竞速跑鞋 Adizio Adios Pro 要知道在这个时间节点 咱们的李宁都已经推出了三款探板跑鞋 而且击鼓乔格呢 更是穿着 OurFlight Next%的圆形鞋 跑进了两小时 成为了马拉松之王 从Adizio Adios Pro一代 到三代 阿加斯在慢慢的找回状态 直到2023年9月 我接到了阿加斯的一个神秘且低调的邀请 和一众国内外的媒体呢 见证了那个奇迹 就是我现在手上这只啊 单只重量只有138克的Adizio Adios Pro Evo 1 在这东西发布的当天 其实离柏里马只有10天了 我在9月14号的快报中也说了 柏里马拉松一定会出大事 但是我没有想到 阿塞法穿的这双Evo 1呢 把女子成绩提高了这么多 Evo 1在重新定义行业标准的同时 用实实在在的成绩 也做了强力的背书 然后呢 在紧跟着的10月份啊 Nike在自己的主场 芝加哥马拉松 吉普图姆就穿着这双 OurFlight Next%三代 同样以惊人的 两小时零分35秒 快速且有力的做出了回应 好像在跟艾加塞说啊 不好意思 老的还是我的哈 但这绝对是我们跑者 最爱看的戏码啊 真的太精彩了 从运动员 品牌 再到产品 都是历史级别的对抗压制 反超 还是那句话 在这个时代 我们跑者真的太幸福了 那现在我们就抛掉以上的外在 只关注这两双跑鞋 咱们来看一看 它们的本质 那U1绝对是我今年最推崇的一双跑鞋 我是真的希望未来 每一位跑者都能够穿上这样的跑鞋去比赛 当然它现在的售价 它现在的产量 它现在的可穿性 对于大众来说 绝对不现实 但它绝对代表着未来 无二次磨压的顶级材料 寿命确实短 但未来有没有可能 我们的穿着习惯 我们的购买思维会改变 品牌真的会开始生产单次或者说几次PB的跑鞋 它们的性能极佳 一次或几次包废 但价格一定要下探 不用做到亲民 让这些顶级的精英跑者能够负担得起就可以了 让他们先去带动市场 然后慢慢的再沉淀到大众跑者 那未来变化真的会很大 一万的可塑性真的太强了 那至少我能够确定的就是工业化的产品 只要不是用到真正的稀缺元素 有量的基础 价格是一定会下来的 那一万除了看得见的性能和实战的表现 其实它给到我们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思考 Naked这双RFlight NextPlan3 虽然已经是RFlight的第三代产品 但我拿到的那一刻依然会很激动啊 它依然是目前这个星球上不折不扣的最快的跑鞋 整个的这些方向和理念 依然是桥爷在维也纳用一小时59分40秒 完成42.195公里上脚那双RFlight的圆形式鞋一模一样 速度是他唯一追求的东西 那这里呢我要插播一个八卦 就是我现在依然阴谋论 Nike用一张RFlight圆形式鞋的假专利图 又到阿扎斯呢开发了Adios X 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Premix 然后利用鬼底天联摆了阿扎斯一道 要不然真的没法解释啊 开发难度如此之高 如此复杂的中底结构 且性能超强的Premix 无法被职业马拉松运员穿到赛场之上 这个损失真的是巨大的 所以赛场外的竞争永远和赛场内一样精彩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也逼出了Evo 1 那OK我们继续RFlight 3啊 那这一代最明显的改变就是 对细节的把控要更好了 碳板泡棉 Zoomair气垫单元 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更加的整体 从原来分离设中底呢 变成了现在的一个管转连接 当然这个位置呢是空心的 里边呢是有大面积的镂空设计 但有了这个连接 整个的过度连贯性确实要更好了 他们来说加大了 而且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的中底 尤其是前掌的位置 刚度方面我不确定是碳板加大的原因 还是刚度本身就加强了 反正体感告诉我啊 这块碳板要比前两代难踩 所以RFlight 3呢一定是位啊 比如昆明大宝捷 几年乔格 上海莫法拉 你们那些高阶跑者准备了 RFlight的起点非常的高 但一二三弹依然保持一个上升的趋势 这也真的非常难 他不仅仅考验的是鞋子研发团队 市场推广团队 还包括了要掌握运动员的状态 是需要团队一团队 人与人之间非常缜密的协作 才可以驱动那么一个庞大的体系 最后爆发于这一点 但显然Nagy现在把重心呢 全部放到了RFlight身上 家族原来大哥 Virfly Nagy对他的重视略显不足 那RFlight一代 二代 三代 在我看来是一个向下的趋势 一代最好 二代次之 三代只能说是一双 中规中矩的他们老鞋 没有太大的亮点 那相较于一代来说是妥妥的退化 他的重体软了 更讨喜了 但整个的跑动质感来说 和一代完全不在一个水平 但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我绝对不鼓励你们回头再去买一代啊 也正是因为时间的原因 现在的一代泡棉的衰减 浇水之间粘合的力度 已经完全不适合再上赛场了 那二代尾期的一些配色 在2024年6月之前 是最后的入手窗口 如果过了这个时间 基本上也已经算是库存鞋了 如果价格合适 买回来训练是可以的 但也不要再带上赛场 三代呢 不是不能买 他只是一双正常水平的碳板跑鞋 不具备一代二代的光芒 价格合理随时入 而这三代啊 在T1档 是一双推力 稳定 缓震等各方面都比较均衡的碳板跑鞋 他最大的优点 这也是整个埃达斯 碳板跑鞋的优势 就是他全系呢 都采用了 Energy Roots 碳柱科技 那这个技术的特点 就是在拥有了和碳板相同的刚性 滚动效率 弹性 以及推进 等基础上 基本上不阻隔 上下层泡棉的贯穿性 或者说整体性 让跑者对路的感知力 和中底对脚的亲和力 都要优于其他使用碳板技术的跑鞋 而且在有了1万之后呢 Alios Pro 3呢 也会轻松一些 他再也不用以一己之力呢 去对抗Nike的RFly跟Webfly了 专注的去对位 Webfly就可以了 这双TakumiSEN10呢 我12月份就拿到了 还和这种鞋的设计师呢 在网上冲了一下浪 了解了更多 关于这种鞋背后的设计故事 了解我人呢 其实都知道 Takumi尤其是SEN 是我非常挚爱的鞋款 那我是从这一代啊 TakumiSEN Booth就开始穿着了 那Takumi是在7代之后呢 开始加厚 但依然延续了快速的反应 紧绷的回弹 畅快且直接的脚管 和更加纯粹的这种跑动体验 那可以让我们这些狂热的跑步分子 依然能够体会到那种 来自深层能量迸发后的畅快 那这双TakumiSEN10呢 是少有的30毫米以上厚度的中底 而且只有推进住在场地依然可以爽跑的跑鞋 那第一章最后 我留给以这双安踏95克为代表的 我们国产的超轻性能探门跑鞋 从U1的横空出世 到我们爆出了百克内的探门跑鞋 那证明这一点 我们现在的制鞋技术 包括我们对材料的掌握 绝对是世界级的 而且我从某款鞋上看到 就是我们的制鞋思维的开阔程度 是要大于国际这些厂牌 我们缺失的是对中国以外市场的渗入 以及对世界的掌握和了解 那这里非常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对运动员的掌控 竞技体育没有成绩 一切的创新都是你积攒了多少个零 有了成绩才是那最前面的一 才决定了你最终的价值 那当然我们现在国产呢 也正在向这方面去努力 安踏就携手贝克勒呢 在SVR呢建立了基地 那除了和贝克勒在跑步上有交流 其实更多的就是利用贝克勒的关系 联系当地的优秀运动员 李宁其实更早的呢就投入其中 所以才有了目前中国跑鞋 在世界上的最好成绩 2022年柏林马的第三名 那我们的中国百客探盘跑鞋 包括U1 绝对代表着未来的方向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百客的消息 请持续关注我的内容 国际的一科之争呢 我们先聊到这儿啊 下边呢来看一看国产方面的神语中风 那先来看一下啊 我认为国产品牌之中 科技和研发水准可以比肩 Nike的李宁 那2023年他呢也拿到了非常多的成绩 虽然有些成绩呢被忽略掉了 那比如2023年的无锡马拉松 肯尼亚选手Enoch 穿着飞电3Ultra夺冠 并且打破了赛会记录 但我们的眼光呢 全部被和杰和杨绍辉所吸引了 我看李宁反而没有太在意啊 还是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的产品之中 在不停的打磨新品 我那也是得到可靠消息啊 2月底飞电4Ultra就要来了 那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大报告 李宁的第二双呢 我给到了GN2 这双鞋绝对代表了李宁的创造力 2023年换代可穿性要更高了 更像是一双纯的缓震系的跑鞋 定位更加清晰 目前市场依然没有竞品 如果你是一位对缓震要求极高 纯材料缓震已经无法满足你了 那GN2的材料加结构 双泵加双碳板的组合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这双迪卢更多的内容呢 我会放到越野的部分 那这里我要提一句啊 就是这双鞋是我目前穿过的 大场入局越野跑中 对越野跑这项运动 理解最深的鞋款 可能你会质疑他没有用微底 可能你会质疑他的耐磨 可能你会质疑他的方方面面 但我还是奉劝你去试一下 他绝对是一双在水准之上 适合全地形的 合格的竞速越野跑鞋 他没有做成登山鞋 徒步鞋 机灵鞋 他是一双越野跑鞋 从这三双核心跑鞋 可以看出李宁的状态是健康的 虽然有明星设计师出走 但没有影响到李宁整个的体系循环 产品定位依然清晰 设计思路和对运动的理解深刻 所以李宁从上到下的产品线 是可以放心的去购买的 不会有特别拉胯的产品 基础产品的下限很高 那比如超新系列 赤兔系列 飞电森 产品力基本都在其他品牌腰部的位置 接下来是安踏 中国目前最有超能力的运动品牌 现在市值排名全球第四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安踏在2023年完成了 从上到下的人员调整 尤其是我熟悉的跑步部门 真的可以说是大换血 那今年8月份的少数派报告 就是这次换血后第一次重拳出击 虽然叫少数派 但在跑圈的影响可挺大的 他们是通过顶端的跑步极客 带动更多的跑者 成为少数派 这些少数派再去影响身边的人 它是一种裂变的状态 2023年8月呢 一下子面试了三款顶级碳板 也就是我面前的C2L5代GT Pro C2L5代GT和前掌之王C10 Pro 之后他们也推出了5代的正代的产品 也包括最新的马赫 当然还有你们最关心的 只有95克的性能碳板跑鞋 更加丰富了产品的多样性 而且完善了他们的矩阵 这次产品的设计语言 性能的超前度都是2022年的产品 不可同仁语的 就像这双C202 5代GT 斜侧的凤凰元素 它就寓意着重生 我在凤凰灭盘那期的视频里 也说过 浴火重生确实璀璨耀眼 但在重生之前 是一定经历过非人的痛苦 所以整个2023年这一批产品 无论是颜值用料还是实战能力 水准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这次是安踏要证明他们重生后的一次实力展示 要知道人员调整之后 无论是2022年经历过那次震荡期的 还是2023年新进入安踏的 都会憋着一股劲 每个人都要证明自己 这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合力 把产品力推的很高 只要你在这个时期内 对产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试错成本真的会很低 当然这次他们对顶级产品的定价也很高 这是安踏对市场的一个判断 你们也看到了 年尾它的价格有一些松动 所以在定价方面 我们真的都不用太过去纠结 因为市场太公平了 产品的价格是一定会走到 它应该在的那个位置 该高它是一定会高高的挂在那 那该低的时候它也会降低姿态 跑到我们舒服的那个价格 那通过这一年安踏的动作 包括这些产品 我们可以看到安踏这次重组 至少在跑步这个板块 磨合真的很不错 可以预期的就是未来五年 在没有大的市场波动的前提下 这批人磨合肯定会越来越好 给到我们的产品 就是在这些已经很高的基础上 稳中再提升 特步这家公司真的很有意思 它很具有极客精神 如果用更人性化一点的这个语言去形容 就是它很像偏理工科的男生 不感性 但是钻研事务很执着 咱们可以回忆一下 刚刚过去这一年 特步都干了什么 它没有做过多的事件营销 没有过多的渲染 只用了两件事 就让大家记住了特步和他们的鞋 就是年初的和杰和年尾的杨少辉 两破中国马通男子记录 而且这两件事也不是特步能够主动去营销的 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控制运动员什么时候去破记录 所以特步就把有限的精力都放到了研发跑鞋和服务运动员的身上 特步的跑鞋我还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性能方面做的很超前 你可以看这两次破记录 年初是这双10X Pro 年尾是10X 3.0 Pro 都是这双10X 5.0 Pro的前作 那结论就是特步的顶级跑鞋 性能绝对非常的厉害 但是需要长时间和这双鞋去做磨合 尤其是这双一代的10X Pro 我在2021年的总结就说过 它的推进力完全不在R-Flight之下 就是需要长时间的磨合 要找到它的发力点 10X 5.0 Pro也是一样 性能没话说非常的顶 但整个的发力和3.0 Pro又不一样了 而且发力非常的激进 很靠前 需要跑鞋有很强大的登身能力和爆发力 是超级跑鞋的武器 新手可一定用别碰 我相信在不久 我们的运动员和这双10X 5.0 Pro磨合好了 真的很有可能在2024年 把我们带入2060代 那这双10X 5.0就柔和很多 覆盖面也要更广 所有喜欢特步 但要踩不动Pro的 选这双10X 5.0就好了 它的稳定 它对推进力的控制都很好 全马430以内的这些跑者 它都可以接纳 今年他们还推出了一款 他们的跑鞋 可速训可比赛的R-60X 那这双鞋的售价很低 但它又绝不是零门槛的他们跑鞋 它有不错的速度性 它的任务就是承接160之外 想穿碳板跑马拉松的这些跑者 你穿它可以跑不快 但你快起来 它也完全能够承载你的能力 只是在全马的后程 它给到你的动力和观照 肯定是没有10X 5.0要强 所以你最好用它去跑速训 或者半程马拉松 当然用它跑大克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从2023年这三款鞋 可以看到特步真的很极客 而且很马拉松 特步和跑马人 或者说跑者之间很同频 跑马的人看到特步 就像看到了自己 但不跑马的人 真的看不懂特步 也对特步无感 所以作为一家跑鞋的运动公司 特步做的很成功 但想回到综合大厂 还需要有一定的突破 三龙一度 中桥 红西尔克 这三个品牌呢 我放到一起说 因为这三家的顶探啊 飞镖Future 1.5 Fim Plaid 纸径 Pro 没错 我也拿到了纸径的Pro的版本 这三双的水平 在市场上都是很厉害的角色 全部都是比赛日用鞋 它们之间完全就是性格上的差别 那飞镖Future 1.5 完全是硬弹的脚感 对出马和脚头力量不足的跑者 很不友好 性能确实强 是那种上脚它就告诉你啊 我很厉害的这种探门跑鞋 那Fim Plaid 则恰恰相反 上脚轻和 中底呢极具软弹 但它也是为高阶跑者PB准备 它对出马 不能说友好 但是出马呢是可以穿 但我也不建议出马呢 穿它去跑全马 你们用它呢 跑个半马是没有问题的 那至于直径Pro呢 正好在它们俩之间 没有很硬也没有很软 但能量依然是很强的 顶级探门跑鞋 而且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就是它啊 全新的这个探板设计 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恐怖啊 那未来直径Pro更详细的内容呢 我可能会安排一期大报告啊 那这三双骨子里 还是给自家精英PB用的 所以驾驭他们 不管上脚感觉还不错的 还是上来就告诉你 我很厉害的 都需要跑者 有很强的跑动能力 然后我们看这三尖的次顶探啊 我们先从飞人三开始 那飞人三和飞人二是一样的 直接打的就是零能砍探板跑鞋 那我呢 得到一些反馈啊 说它中底硬 那我感觉这大概是在和飞人二去做对比 或者说你上一双鞋呢 过软了 因为我穿过这么多的探板之中啊 因为你们也看到了 就我每年至少会穿到50双以上的探板跑鞋 在这么多的对比样本之中啊 飞人三的中底不是最软的 但它也是偏软的 是一双很好上手的探板跑鞋 而且飞人三探板的复杂程度真的很高 它可以覆盖的人群跨度也很大 下线是可以兜底7分配的这种慢跑 上线呢 你像李子诚 鬼王胜这些直级运动员 都是可以穿它直接在赛场PB的 飞人PB4.0依然是中桥的灵魂 虽然上面是有PLED 但中桥还是把更多的精力和能量都输送给了这双 飞人PB4.0 中底调调的很软弹 非常的好穿 3.0呢 是一次跨越 那4.0的跑动质感又提升了 在全马的后程可以给到很好的支持 那纸巾2.0依然是颜值控 无法抗拒的一双探板跑鞋 那整个鞋子的细节 把控更加的成熟 从加强筋的探板可以判断 那2.0的门槛确实要比1.0提高了 但依然是一双可穿性很强的探板跑鞋 能力均衡 舒适可靠 小总结一下这三个品牌 那虽然他们的跑鞋性格不同 但这三间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非常喜欢听跑者的意见 无论是尔克的共创 三流一度 副总觉悟大量的在和跑者互动 还是中桥对跑者意见的吸纳 都要比其他品牌离跑者更近一些 所以喜欢反馈意见的这些跑者 一定要和他们去互动提意见 因为他们是真的能够听进去 而且在下一代产品中 有相应的反馈 那匹克在2023年确实是有点掉队了 但他也真的只是掉队 那之前的UP30和太极系列呢 让匹克在跑者心中还是留很重要的位置 去年年尾呢 匹克上了这双UP30 Pro 六开的售价 那我看到还是有很多跑者选择相信了匹克 那这双UP30 Pro对于匹克来说呢 是新纪元的开始 那中期采用了太极超零件 那未来将会发布的 其实你们也看到了 就是这双UP30 3.0和UP30 3.0 Elite 那中期也都会采用全新的太极超零件材料 那我这次也带来了这两双还未发布的鞋 只是呢给大家去报一下啊 让大家看一看鞋的一个设计 我呢简单上脚 这两双鞋的脚感真的 嗯 那我看到2024年匹克绝对会发力 但更多关于这两双鞋的信息呢 等到3月份真正的发布之后 我再带给大家 B-Mai也是我每年必说的品牌 成立8年 在做鞋这块绝对是兢兢业业 充满着对跑步这些运动 对跑鞋这些物的敬畏之心 我相信每一位穿过B-Mai跑鞋的人 都可以从他们的产品中体会到 和他们的产品力相比 B-Mai这个品牌真的做得很低调 因为市场上我见过太多的产品力不行 但是形式作风怎么这么高调的品牌呢 像那些品牌是绝不可能来到我的节目之中 鞋子在两双啊 咱们先说远征者4.0 Plus 那这双鞋呢是跑者对B-Mai认知度比较高的一双跑鞋 那做一双缓震慢跑鞋 它整个的跑动感受 缓震能力真的还是不错的 C码的重量这支还是一个冬季版 250克出头 整体来说对于缓震系的跑鞋 重量控制的很好 我在长官跑步的时候啊 就多次的看到有跑者穿着远征者在训练 那它呢是惊叹Fly aka风火轮 它是惊叹系列的一双全新的碳板净速跑鞋 是B-Mai的刺顶碳 硬件配置来说全碳速纤维滚动板 脂肪足TPU超临界中底 重量C码199克 适合20到400之间玩赛的精英和进阶跑者 那春节后它会正式发售 我相信在2024年可以看到很多的跑者 踏着这双风火轮驰骋赛道 好那2023年大总结的上半集就结束了 那下半集咱们将回归到国际品牌 我会带来纽巴伦 布鲁克斯 索康尼 Hoka 亚瑟士 昂跑 彪马 UA等国际品牌和越野部分 内容依然非常的精彩 我们两天后再见